你们说如果我去干培玩的话 可以吃饱饭吗 谁会点珍珠 我可以稍微的夹一下呀 说你不要看我的脸 哥哥晚上好 吃饭了吗 哥哥这里有装备 快过来拿 怎么样 是不是还可以 像不像那些培玩 或者我可以搞一个变身器 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我的话 你还会远吗 你不要想到这个是我呀 像假起来的曾志伟 其实很多人都攻击过我的嗓音 说是不好听 不屌 不女人 要么就说我像曾志伟 要么就说我像唐老鸭 之前还有人 我每次说段子的时候 他说我像义中天老师 我之前是一再逼在哪一个段子 就是突然火上那个热搜的时候 然后就会有人说 这他妈不仅声音像义中天 长得还有点像 像义中天女装搞直播 哇我什么心态直接就炸了 哥们 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张嘴说瞎话 说的是什么 你们要不要听听看自己在说什么 哪里像啊 我突然想起前几天 我有一件也很无语的事情 我不是去医院看我爸爸吗 然后我就穿得很宽松 我平时直播穿那么紧身 我就穿了一条特别宽松的裤子 和一件很宽松的衣服 我都是白色的 就一整套白色的 我想的干干净净的 我还搭配了一下 出门的时候还配了一个小项链 然后精心打扮了出门之后 我就打了个车 然后那个司机一看我 他就说咱们手机尾号 我说好的 他说咱们这个是回避房吗 我就说什么叫回避房 我只听说过回迁房 回避房是回避谁啊 我说什么是回避房 他说就是回避房 他说咱们不是回避房吗 我说什么是回避房啊 我一直大脑飞速旋转 一直在想什么是回避房 他说我是看你穿的一个这个病号服 他说你是不是回避房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仅攻击我的衣服 像病号服 开搜我有病 我说不是 喵 记得三连哦